第2146集 我承认我布了一盘棋 但这也要你配合才行啊 龙傲笑了笑 所以你在监狱里面安心地待着吧 我不明白 龙翔苦苦思索了半天 他还是想不明白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现在可以问 我可以为你解答 你中的毒是龙族特有的毒 为什么你会没事 当初我们可是确定你已经死了的 这还不简单吗 你的毒再厉害 我们这里有医生在呢 你的毒能读得过医生的医术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想不明白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资格 坐在这个位置上 好 好啊 龙翔把目光转到了叶好轩这里 叶好轩 你对你自己也真狠 为了配合这盘棋 你也挺豁得出去的 我当时被流放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局 我这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不过我的一些东西 能让人百毒不侵 龙伯服用过 所以你们的独裁不起作用的 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 甘心了 当然不甘心 你们最好现在就把我杀了 否则的话 我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你放心吧 你卷土重来不了了 吴山中狱就是为你这类人准备的 在里面 安度余生吧 龙翔一言不发 他的嘴唇哆嗦着 半上他才点头道 好 好啊 你们布的这个局真好啊 龙翔 龙翔 我认灾 你赢了 哎 即使说真的 我真的不想赢这一次的 你们都下去吧 我跟龙翔聊聊 好的龙伯 叶浩轩点点头 他带着其他几步的人走了出去 怎么 你这是要嘲讽我一番吗 可以 你是一个胜利者 胜利者不管怎么说都是对的 你赢了 所以你可以尽情地嘲讽我 我刚才说过 我真的不想赢这一次 我宁愿我们两个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虚伪 明明你现在就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我身边的 龙翔 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 如果你还当我是对手 你就给我一个痛快 我说过 吴山中狱是你的归宿 就算你要死一百次 但你终究是守护者 我无权杀你 只能这样处置你 吴山中狱是什么地方 你我心里都清楚 你锁了我的能力 把我丢到那个地方 我只能被那个里面的重犯给折磨至死 龙翔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对手 那你就给我一个痛快 如果我不死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复仇的 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 你先能在吴山中狱里面活下来再说吧 这才对嘛 这才是你打的主意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让我活 没错 我不想让你活着 说真的 你活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但是 我们两个同出一脉 杀你于心不忍 所以 能不能活下去 这就看你的造化了 你说什么 同出一脉 你什么意思 我是守护者 身上堂有真龙之血 我的血脉 是这天地间仅有的血脉 什么同出一脉 你算什么呢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讲 同出一脉这几个字 龙翔一阵 他不明白龙翔的话是什么意思 守护者 想来是两脉的 一脉是守护者 一脉是监督者 监督者 监督守护者 如果这个守护者 已经迷失了本心 那就取而代之 龙翔 现在你明白了吗 龙翔叹了一口气 你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这绝对不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守护者 是分为两脉的 你是骗子 这不可能 我才是唯一的守护者 龙翔大受刺激 他不相信这个事实 他觉得龙翔这是在骗他 作为守护者 他清楚融化龙脂血脉有多难 而且守护者 存在了几千年了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另外一只守护者的存在 所以他相信龙翔说的话 绝对是假话 你不相信吗 龙翔笑了 他突然双臂一震 呼的一声响 一声龙吟嘱 紧接着一道金龙的虚影 在他背后张开 然后缓缓地离去 这一切让龙翔目瞪口呆 他开始相信龙翔说的话了 因为这条真龙是错不了的 龙翔说的没错 他是另外一脉的守护者 因为那条真龙是假不了的 这是真的吗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守护者只有我这脉 这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没有犯人的血 能融合龙脂血脉 除了我们之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翔崩溃了 他不由地吼了起来 他真的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一直以来 他都认为自己龙翔就是守护者 唯一的守护者 但是现在龙翔的身份 却和他一样 而且他更多了一个 监督者的称号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当年创造你们守护者的时候 主神就已经考虑清楚了 你们是人 哪怕是血脉经过清洗 但终究还是有人的欲望 所以才有了我们监督者的存在 我们的任务就是监督你们龙林 只要你们有野心 哪怕是只有一点火苗 我们也要及时地把你扑灭 龙翔 你觉得 你现在还算是一名守护者吗 我 龙翔蒸蒸地说不出话来 的确 他已经不能称之为一名守护者了 因为他早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他有野心 他妄图颠覆这个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龙翔会阻止他的原因 原来 这就是龙翔的职责 守护者 是不允许有半点私心 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守护华夏民族 这是远古诸神对你们的要求 可是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呢 你早已经忘记了你当初的事业 你也早已经不配做一名守护者了 所以 我必须出来阻止你 哪怕是付出一切代价 你身上似乎没有龙汁血脉 龙翔咬牙切齿地说 但是你身上有真龙气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身上当然没有龙汁血脉 因为真正的守护者只能有一名 如果这名守护者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我不是负责将他扶正 而是取而代之 龙翔微微地一笑 他大步地走上前 伸手就抓在了龙翔的额头上 龙翔私生惨叫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的灵魂 仿佛都要被龙翔抽离 他眼睁睁地看着 代表自己血脉传承的龙魂 被龙翔取走 然后与龙翔合二为一 龙翔手一松 龙翔扑通一声软倒在地上 他已经不再是守护者了 他不甘心地发出了一声嘶吼 带走吧 龙翔淡胆地说 数名天宫特勤人员就走了过来 他们一左一右 架着龙翔走了出去 解决了 叶浩轩走了进来 算是解决了吧 龙翔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 他指了指一边的椅子 是以叶浩轩坐下来 龙伯 你隐藏得好深啊 叶浩轩看了龙翔一眼 他明显地感觉到龙翔身上 那股强大的力量 那种让人心惊胆战的龙族之力 让叶浩轩都有些心惊 我可从来没有隐藏过呀 龙翔取出了一瓶酒 为叶浩轩倒了一杯 他慢条思理地说 我一直都说自己姓龙 只是你们没有往那方面想罢了 是的 你一直说你姓龙 是我们都没有注意 可是天底下姓龙的人那么多 谁会想到你也是守护者之一呢 守护者只有一脉 而我是监督者 如果守护者在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么我就有权利让他改邪归正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只有取而代之了 龙翔现在的情况已经是那种情况了 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所以你只好取而代之了 没错 我只好取而代之 说真的 我不想走到这一步的 说白了 我和龙翔的祖上都是受人所托 我们算是一路人 受谁所托 天命所托 可是谁知道 那个诸神并存的年代 乱得不像样子 天忆吧 叶浩轩摇摇头 他也把手中的酒 一饮而尽 然后道 我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 监督者 哪那么容易死呢 不过 如果不是提前服了你的药 我恐怕还真的有些麻烦 你折服起来是为了什么 折服起来 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机会 一个能将龙翔一击必败的机会 可是最后还是等到了你回来 才有这个机会 龙伯 你的手段真高明啊 我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你的棋子了 这也是今天我要教你的东西 成大事者 并不一定 自己要有多厉害 你要纵观天下之势 用一切自己所能利用的力量 这样 才是一名真正的大者 智者 说得好 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 龙奥说得不错 一位真正的成大事者 就是要学会利用好自己身边的一切力量 只有这样 才能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中 游刃有余 来去自如 一个人的格局大不大 要看自己本身 龙奥又被两人倒上了一杯酒 你小子平时只顾着做好事 但是也要注意一下这个世界的格局 龙伯想对我说什么 六大真武师家现世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这些日子 他们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势力 他们入室结交权贵 成立公司 真武师家 不是都以修炼为主吗 叶浩轩感觉到有些荒唐 他们居然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 他们得守规矩 既然他们选择在这个时间苏醒 那就要顺应这个时代的脚步 入室是他们必修之客 这也是他们为自己家族 争取资源的一种手段 明白了 现在他们已经成气候了吗 没错 已经各自成了气候了 他们出来是搞事情的 远古世界的出现 里面多的是修炼资源 不要说他们 现在就连普通的科技公司 也盯上了远古世界里面的资源 你想让我怎么做 他们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而我们又阻止不了他们的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制衡他们 龙傲转过身 他盯着叶浩轩 这个任务除了你 我想不到有其他人能胜任了 我 有好处吗 好处 做人要懂得奉献 懂吗 这个世界养育了你 你就得报答这个世界 你这样说我觉得很诡异啊 那你的意思是 就是答应咯 唉 现在这种情况 我不答应能行吗 行了 我知道怎么去做 你得让我好好地去想想 打算怎么做呢 要知道这个任务可不简单 真武家族 尚古大能的后裔 他们秉承上苍的垂炼 成年便会拥有玄导的实力 据可靠消息 他们那些组长级别的 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他们突破最后一步 成为大能 也不是不可能 看到一遍 讲到容 再结束 ede 甚至 因为 这 啊 Tax 你